云南出土的两千年前棺木,竟然出现蓝色骸骨,蓝色物质深入骨髓,考古学家百思不得其解。 两千多年前,这些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?为何会呈现蓝色骨骼? 牧主人与二十多人一同合葬,那么牧主人究竟是何等身份?究竟是不是外星人? 以史为静,可以知星体,以人为静,可以明德诗,欢迎订阅老海说史。 山村的蓝色骸骨,因为村民挖续水池无意中破坏了古墓,所以专家对这座千年古墓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活动,很快这座古墓真正的面貌浮现在了世人面前。 其规模之庞大,在当地都十分罕见。 这座古墓中有大量的陪葬品,但除了这些文物,竟然在棺果中发现了蓝色骸骨。 这让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沸腾了,围观的老百姓也都议论纷纷,大波纳村不是第一次在考古界出现了。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勤劳的大波纳人开山曲石,却震惊地发现了一件珍贵的文物,大波纳铜棺,铜棺长两米,重大二百五十七点一公斤。 铜棺外,铜棺有精美的团花纹,展现出了战国前期,编析高超的铸就水平。 于是在接下来的发掘工作中,专家们更加小心了。 但是当考古专家在打开棺盖的时候,却有人忍不住尖叫了一声。 原因无它,实在是棺中的场景,太令人震撼了。 只见棺中摆满了散落的骨头,而更奇怪的是,这些骨头不是成白色,也不是被泥土染了之后的黄色,而是呈现了一种晶莹的蓝色。 蓝色平时看起来很好看,但是当这种颜色出现在骨头身上的时候,就很让人毛骨悚然。 毕竟目前已知的我国人种,没有人的骨头是呈现蓝色的。 而且更加可怕的是,这种蓝色不仅仅是附着在骨头表面,而是深入到骨头的内部。 经过研究所测定,发现这些杂乱的骨头中,其大部分都是男性尸骨,处于20至25岁之间,也有少部分女性尸骨。 更重要的是,这些尸骨并不是属于一个人的,而是包括了20多个人。 这些蓝色物质则是蓝铁矿,蓝铁矿一般是无色透明的,经过多次氧化才会呈现出这种诡异的蓝色。 墓葬中出土的骇人蓝色骸骨,看起来匪夷所思,蓝铁矿,究竟是如何长到骸骨之上的,墓主人又是谁,为何会出现20多人合葬? 墓主身份之谜。 如果说蓝铁矿真的能够长在人身上的话,这未免太匪夷所思了。 考古专家经过观察之后发现,这些骨头一般是一侧的颜色较深,而另一侧则较浅,这应该是染过的后果。 也就是说,这些蓝色应该是人死后白骨化之后,有人把他的白骨捡起来,重新染成蓝色的,而且20多个人葬在一起,这些白骨必然是经过了二次葬。 所谓的二次葬,就是指一个人在下葬之后,经过常年的土埋,墓主人的尸体逐渐腐化,只剩下白骨。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,他的后人再把骨骼取出来,重新埋葬在一个棺材中。 而在大波纳村所发现的墓葬,其实是一处墓葬群,这些蓝色遗骨数量并不多,其他地方出的大部分还是普通的白骨,而给白骨染色,其实是一件费时又费力的事。 在古代应该是只有身份尊贵的人才能够享受这种待遇,也就是说,这些死后尸骨被染成蓝色的人,在生前应该是有一定声望的。 经过相关人员的检测,这个猜想终于被证实,这些蓝色骨头中的蓝色是一种来自于蓝铁矿的磷酸亚铁,纯净的磷酸亚铁是一种细小的白蓝色晶体,在现在的工业中它们通常被用来制造某种锂电池。 2000年前居住在大波纳的古人,就是把蓝铁矿磨成粉,然后用这些粉末来给骨骼染色。 至于他们生前究竟是什么身份,现在的考古证据还不能给出答案,有考古专家还指出,其实二次葬的说法也不完全对, 这些尸骨之所以凌乱散乱,而且不属于同一个人,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人生前是出去征战的。 战场上刀剑无眼,很可能他们会因此受伤,并导致残疾或者死亡,最后只有他的族人为他收敛遗骨,并且把他们的骨头都染成了蓝色,显示他们曾经为部落征战做过的贡献。 现在这种蓝色矿石被工业淘汰,而且储存量稀少,所以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,最终不为人所知。 而这种奇特的藏族文化也在慢慢的历史长河中悄悄消失,最终不被任何人记载。 古代的大波纳人为了纪念远征一厢战死沙场的年轻勇士,特意地将这些骨骼染成红蓝色, 也是对这些英雄为国家和种族而亡的最高敬意。 大波纳村蓝色骨骼的秘密也最终真相大白,外星人只是大家的想象而已。 整个大波纳村的古代遗址的总面积达到了五万平方米。 目前所发掘的墓地总面积大概有一万五千平方米,而在这个遗址之上,考古学家发掘出了防止、灰坑、注冻, 这东西自然听起来有些拗口,但是能够证明这里曾经是有人生活过的。 而云南在古代记载不多,我国对古代云南了解有限,这次考古才提供了更多的证据。 五万平方米的遗址面积,为什么目前只发掘了一万五千平方米呢? 这是因为目前所发掘的地方被称为东区,是2013年所发现的。 早在1964年的时候,考古学家就在大波纳村出土了一具铜棺。 这个铜棺所在的地方被称为西区,面积很大,只不过因为大波纳村也在这个遗址上方, 所以无法进行彻底的发掘,关于这个铜棺,有意思的地方就更多了。 古墓中的蓝色海谷之谜暂且解了,另外一个谜团却深深地萦绕在考古学家的心头。 这些蓝色海谷,于1964年所发现的铜棺,究竟有何关系? 牧主人的身份究竟是谁呢? 千年铜棺,其实这个千年铜棺的发掘纯属偶然。 这个铜棺的第一次发现是在1963年,当时发现的是大波纳村的一个泥水匠李万尹。 1964年的时候他才开始挖掘,同时他还拉上了自己的几个好朋友。 李万尹想挖掘这个东西的原因非常简单,就是因为他也像2013年挖水区的居民一样挖到了乌木。 李万尹的一个好朋友是木匠,木匠对乌木这个东西自然是十分地了解,知道这东西非富极贵。 如果他们能够把这些乌木挖出来,家里都可以节省木材了。 结果挖着挖着,几个人挖出了一幅棺材。 当时李万尹想得比较简单,他就想如果把这棺材弄碎,自己也能外点钱,结果在捞东西的时候。 捞到了一块骨头,吓得他满头大汗,扔下骨头就跑了。 后来这件事被寸里得知,自然就传到了考古队的耳中。 而考古队当时对于这个铜关的断代,大概是判断在战国中期,可是那个时候对于云南的记载是有限的。 而木主人能够做出这样一件铜关,能够证明木主人的身份是非富极贵的,至少应该是一个盘踞一方的首领,甚至可能是王者的身份。 有关于云南的记载,是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开始的《史记》中有一本《史记》西南一列传。 而这个西南仪指的就是云南人,汉武帝确实是千古一帝,公元前109年的时候,汉武帝征服云南,并在云南设立了益州郡,基本上可以肯定司马迁对于云南的描述应该是没有作假的。 也就是说,按照《史记》的描述,其实发掘铜关这个地方,就是古代昆明人所生活的地方。 不过《史记》对于西南仪的记载,是说他们处于一个无君主的无秩序社会。 但是从这些遗址里来看,不仅有房子,还有灰坑,还有从墓中所出的各种代表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文物。 说明这个社会当时是有一定阶级的,既然有阶级,那就一定有秩序。 而在这一点上的冲突,考古学家则倾向于认为,司马迁毕竟只是一个史官,他对于云南的风土人情可能了解的没有那么清楚。 云南地区比较大,司马迁所记载的这个,可能只是云南其中一块小地方的情况,而大波纳村这个地方的情况,可能不被司马迁所熟知。 所以也没有被记到史记之中。 古典人和古昆明人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,司马迁所描写的,应该是古典人的社会状态。 古昆明人要相对文明一些,经济相对发达,所以能够建立起城址,并制造各种青铜器物。 在云南所发现的新石器晚期遗址中,已经发现了各种铜器,这说明早在那时候, 云南的文明已经掌握了青铜器的制作工艺。 云南的文明可能并不比当时中原文明落后很多,由于少有记载,所以云南的考古还处于相当空白的情况。 大波纳村的遗址仅仅是云南考古的开始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。 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